柯文哲的众望关怀基金会在2022年11月2日成立 就在金华城2022年10月19日动土后半个月 也跟检调查出省庆金的1500相隔一天 遭質疑基金会近两年收入2700万谁捐的 众望基金会的一个两年总计2700万元的一个相关的收入 跟省庆金有没有相关联 根据基金会官网只办过四场活动 总支出却超过2600万 但是只看到一张10万元收据 而且今年度预算书全无会计师董事长盖章 等了一个多号时看见陈志涵终于收进出办公室 就是没人可回应 只等到一张声明 陈民嘴琐事报表是财务预算表 非最终实际收支 每笔金额皆有凭据 却又被抓包不符合社会局规定 必须最晚的话是在第二年隔一年的5月31日之前 就必须要把这个相关的财报完整的给揭露出来 舒适方应该是在民众党或者是这个众望基金会 众望基金会跟柯文哲办公室一样都在台幅大楼 而基金会董事长呢就是柯文哲老同学李文宗 也是现在郑志涵经案的被告被电子监控当中 我们实际联系他看看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接 他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但是党中央没有办法代为去替众望基金会 来针对他们的运作方式进行回复 柯文哲曾称基金会是政治人物藏钱洗钱的魔戒 现在换他自己被检验 TVB新闻范云轩陈永文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